大家好,我是中西社记者梁晓辉 现在所在的日子是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14日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专街抵达这里 这时习主席时隔6年再即来到美国 在旧金山期间,习主席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同时,并邀除夕亚美警方组织领导人对30次回正式会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